大家好 我是米卡 今天來去講解一下合作超究極的關卡攻略 那基本上啦 在這個關卡現金裡面 有去考驗到的就只有中密護照跟反檢速逼的角色 然後在隊伍的部分呢 各位就可以去留得到 有特別針對到合作任務來去用火屬性的角色 那裡面嘛 就比較去推薦到真田新春 他本身就兩個加速以外 連擊殺手M再加上短CD的SS啦 都可以去針對到敵人打出一個非常高額的傷害啦 當然 真受神話的角色也不見得每個人都有 所以這邊下來的話 其實我在隊伍裡面嘛 特別就有去針對到火屬性的角色啦 用到合作角色 那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特別就這一次第二坦的安妮亞α 跟原先第一坦就有的月娥 月娥作為一個直歐one point的角色啦 在這種有額外倍率 有額外的直歐倍率的關卡裡面啦 非常好用 所以如果想要透度或者就是 九點片放的話 我覺得在隊伍裡面可以去放一隻 或者考慮到其他角色 除了月娥以外 把其實利物就速回戰裡面的狐杖 都可以去做到同樣的效果 就看各位手頭上有什麼角色 然後我目前嘛 手上有月娥 所以我就用他了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就回到真片的部分 那基本上啦 各位就可以去留得到 比較小的雪人 跟黃是攻雪的 所以就根據雪人的位置啦 盡可能的利用反射角色去敲他 當然 他關卡機制裡面的 根據受到的傷害提升攻擊力 就我們必須還是要先受到傷害 各位可以看得到畫面上的丁床 只要角色有經過就會受到傷害 那就利用到受到的傷害 來去提升到攻擊力 那例如像我這邊嘛 真田新春就已經可以一口氣把它帶掉了 來到B3 月娥的位置很重要 所以就先把它放在左上角 那這個就一定要記住 把它放在左上角的位置 後續的話就清理到蘇生小怪 基本上他們的血量還是會有一定的分量 所以我決定啦 就先消雪 因為他們的重點就是要做到同時擊殺 會比較考驗到角色一個清理跟輸出能力 那例如其實我月娥跟安妮亞吧 有點廢掉 後續的話都是丟給真田新春來去處理 那我這裡的安妮亞吧 先把地雷丟給月娥 然後就稍微小心小心點的 就不要去動到任何小怪 到我3P真田新春的這一棟嘛 可以開SS一口氣把它處理 月娥的位置也在這邊出來 因為M第4版就會進到皇冠 然後我必須要讓月娥在左上角這個位置 好了這邊去開SS 直接一口氣去把小怪清理掉 月娥已經是1P的關係 所以SS的部分啦 前面角色的SS啦 也不用扣的這麼厲害啦 那這邊嘛就進到皇冠的位置了 嗯月娥嘛就第一棟進關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在第二棟的位置啦 其實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左上角他會放重力護照 後面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所以這邊下來的話 必須要這個位置 也要第一棟進關 好吧 開SS左右橫刷 他是根據受到的傷害提升到攻擊力 所以這一個連帶會影響到月娥的SS值歐倍率 然後這邊嘛角色就不停的攻擊力提升 那停下來了 攻擊最近的敵人 那這裡直接把他戳爆 那戳了4億多 所以那隻黃就直接沒了 嗯這個下來的話 其實就提高了整體關卡的容錯率 然後就 畢竟就1P解決嘛 就不用打到後面的Battle嘛 所以相對下來的話 我就覺得比較簡單啦 更多還是劇本的遊戲 如果各位想要拿這一回的卡片的話 都可以去用這個方法來去試試看 那影片的部分就到這邊差不多 如果喜歡呢可以幫我按讚和訂閱 那就到這邊囉 掰掰